大哥 你46岁已婚 被一个32岁的女人缠着 要给你生孩子 你确定 你确定 他每天晚上 就是我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 然后发信息 给我 然后呢 然后他就喝醉酒 说要给我生孩子 他喝醉酒 他大半夜联系 你说要给你生孩子 他是大龄圣女恨嫁女呗 对呀 就大龄圣女恨嫁到 找 你是经济实力不错吧 妈妈 我也想吃瓜子 你现在告诉我 你一年赚多少啊 大哥 我也想吃瓜子 大概一万五吧 你一个月挣一万五 你还有老婆 你有老婆 有孩子 几个孩子 一个 男孩 男孩 多大了 男的 十 十九 十九岁 月入一万五 四十六岁的已婚男人 让一个三十二岁的未婚女 缠着身亡 我觉得你这财富量 还没达到这么大的魅力 而且 而且我还有房贷车贷一个月不太久钱了 那你有批毛钱呢 没钱呢 你减去房贷车贷 减去吃生活费 你也不剩啥钱了呀 不能说你穷嘛 但是你没啥钱呢 月光了 对啊 他这么比我还多 大龄少女 嗯 你不吃亏呀 他要真愿意给你生 你还真不吃亏 我不行啊 我老婆 我老婆很好 那你要问我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 你们在纠结个啥 但是我只知道有一个事 一个男人 我只想 只是只要不想和某个女人 有任何关系 我自己可以做主 懂了吗 不需要他同意 他有用 我感觉他 拉黑不行吗 微信拉黑 手机号拉黑 他知道我家在哪里 你为什么让他知道你家在哪里 哎呦 才开始的时候 我没替你收入嘴了 怎么认识的 吃饭的时候认识的 吃饭的时候认识了 你刚才没有男女关系吧 有了男女关系了 大哥 那你明知道你老婆好的 无可救药 明明不想 不想 失去这个婚姻 你还搞这种乱七八糟关系 还把别人 你还把自己家里 地址告诉别人 你是脑子有坑吗 你甭管想没想过 他是异性 他不是同性 哪怕一开始 他没有跟你男女 有男女关系 然后在没有男女关系的时候 他又知道你家了 后面有男女关系了 你在一开始就不应该把 告诉异性朋友 你的家庭住址好不好 不惯这个人 你想不想搞男女关系 不是 我跟那个 刚刚联系的那个人也一样的 我也不在家 我也在外面 夫妻分居 对啊 这女的还知道你老婆住哪吗 因为 你给他钱吗 我也没骗过他 你给他钱吗 妈妈 没给 你又不给钱又不给婚姻啊 他现在就图个娃 他是找不到男人给他生娃了吗 你们俩一个是傻子 一个是蠢子 蠢货 你呢 你就是蠢 蠢的把自己的底都告诉别人 他呢 他是傻 一个男的不给钱 不给婚姻 又跟他生娃 真是天生绝配的一顿 我怕他走鸡专呀 那我没办法 你又没钱去赔偿他 是不是 对 没钱赔偿 你有什么资格谈 没有钱赔偿 还得到了人家 你就没有谈判权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讲的没毛病吗 没毛病 那我能解决吗 我跟你说大哥 我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 有的事情就是无解 你只能接受他的暴风雨 如果他善良 他可能去不去啊 不去你老婆的闹 他不善良 那你只能接受 为什么呢 谁让你不给婚姻 不给钱的跟他在一起呢 你占了这个便宜 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要么你承担的后果 要么出钱 要么就是毁掉你的婚姻 或者说让你老婆 承受你老婆的暴风雨 这就是你的成本 对不对 你一个已婚的男人 在外面搞 你要么出钱 摆平 要么就是说他跟你闹 闹到你家 你老婆跟你 你老婆会带给你暴风雨 你这两个成本 你必须承担一个 你要不想承担 最好就把你家庭地址闭嘴 开始的时候 我也没想骗他 开始你知道在外面 碰了一个老乡 你四十好几岁的人呢 大哥 你不知道已婚男找未婚女 它是不对等的关系吗 当两个男女 它是不对等的关系 那这个已婚的人 不一定是男人 如果是一个已婚的女人 或者是一个已婚的男人 找个未婚的男 或者找个未婚女人 他肯定是要给成本的呀 当然大概率已婚的男人 找未婚的女人 他是要出钱的 但是 但是已婚的女人 找未婚男人 他大概率不出钱 为什么 因为男人都想占便宜嘛 我哪怕不能结婚 我也能占个便宜 你知道吧 这是男女区别 尤其是不对等 就是说 男人已婚 女人未婚 你俩在一起了 你就得花钱 而且花的钱 比正常的男女谈恋 花的钱要多 人家才会不会找你麻烦 你正常因为给个一千两千的 那人家谈个男朋友 也能出过一千两千三千 是不是 你没有花钱 你未来他要是找你老婆闹了 你承担的暴风雨 不是你的成本吗 有可能还让你婚姻毁灭 这个成本比出钱高得多 懂吗 毁灭吧 不知道怎么搞的 没有办法 你不遵循社会规则去办事情 那这个社会规则就会带给你暴风雨 有的聪明的男人 我又不想出钱 对不对 我也不想承担 就是我老婆的暴风雨 那就把自己的秘密都闭嘴 不是 我开始没想 那是你想不想是你自己犯的错 事实性发生了无可挽回 你们说直播间的人 我说的对不对大哥 别想我说话 有很直很冲 有很难听 那你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吗 理是不是这个理 对不对 活该呀 你已经发生了呀 男女关系已经发生了 你想怎么办 我告诉你们 未婚女就是不能招惹 甭管什么样的女人 你招惹了 你要想好成本 出钱 好吗 没有钱出就别玩 你等于是没有任何筹码 知道吧 还玩了你玩不起的事 对不对大哥 你自己赚的钱 都都都都开销了 生活开销 还房贷还车贷 你没有多余的钱养女人呢 你还去玩这种事 你给他花过钱吗 花少钱没有大钱 在一起多久了 小半年了 小半年花了多少钱 我没花多了 几千块钱吧 几千块钱 那比谈恋爱的资金 还便宜呢 他没给我要 他的收入比我高 他收入多少钱呢 两万多块钱 那他是不是想借你的 总生个娃呀 他就这样说 需要你承担抚养费吗 他也说没有 不要 愚蠢之极一个人 他要去借个种生娃 他为什么不找个 未婚男去借种 他说是个男人 未婚男他看不上 就你又多优秀吗 我也不优秀呀 你因为赚一万五 他找个赚八千的不行吗 不是啊 他老乡然后 就 32岁的未婚女 找个赚八千的男人 找不到吗 不知道 不知道他怎么眼光 我自己都说 我不算 又没钱 又没这个 什么东西都没有 可见赚得高的女的 赚得多的女的 可能真正智商 也不怎么打的 脑子也不打管用 我经常跟他说 你脑子被枪打过 要我试一样 我是他 我宁愿找个七八千的男的 我是他情愿找个年轻的 怎么会找我这种老的 又又一达嘛 年龄 又老 又没钱 要穷的 对呀 不是说你赚一万五赚得少 是因为你负债高 可支配收入就少 对呀 我每个月要还贷款就八千 所以说呀 我跟你讲 换了别的男人 真想 你走了什么狗屎云 遇见这种女人 很多男的都梦想要这种女人 不用花钱 还年轻 哈哈自己比自己小个十四五岁 我告诉你 这个娃只要真的一落地 你事就多了 你的事就多了 这个不是编故事 我也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我只能说 两个都不聪明 两个人都不聪明 都脑子不好使 要不这女的是不是特别丑 没有 这女的多高多重 胖不胖 黑不黑 不胖 不黑 矮不矮 你不矮 长得怎么样 还八十分吗 还八十分 还是个美女 美女上不上 反正中上 中上的 比我老婆 你觉得手好看一点 你是 你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吗 还找个小三 还能找个 还能找个漂亮的 我没编故事 我编故事是小狗 我也挺 烦 烦的 然后这个 这个女的呢 挺可爱的 嗯 还挺可爱的 嗯 三十二岁女人 男人 不是 四十六岁的男人碰了 三十二岁的女人 那个腿就走动了 这个感觉 然后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赶紧赶紧去赶紧和他分手 不要再拖着人家 我现在就堵着他回家了呀 也不要再和他发生任何关系了 要不然的话 你把他年龄拖大了 他又没有老公孩子 演个娃也没有 你也不会跟人家生娃 告诉你 他真的有可能把拿刀捅你 知道吧 嗯 你信不信 如果不是因为有你 你呀 你还能够保持男女关系 对不对 他他可能就不找男朋友了 你要跟他保持男女关系 一个娃 婚姻不给娃也不给的 他老了 早 怎么 不要干种确的事 好吗 你跟他分了 他找不找 跟你没关系 你没有耽误他了 但是分 我得那个呀 我得跟他 就和平的分才好 你和平不了 我已经给到你解决方案了 你做不到 你就面对未来的暴风雨 未来的暴风雨 比现在你老婆找你麻烦的暴风雨 更大 你自己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反正我估计 等下闹一阵 不要再见面了 他不要见面的话 他我为了走几段 你管他呢 他怎么还能自杀 没有 他老说要跑到 跑到我老婆这里 你管他跑就跑了 总比未来他想杀 你要个好一点 对 是不是 你要把一个女的拖到 又没娃 又没老公 又没孩子 到老了 啥也没有 他真想会拿刀 看你 行吗 是 我不是回家了几天吗 他每天发 发那个视频给我 都是吃最久的那种 还有 那种视频 我要是 假如我要是被某个男的耽误到老了 孩子没有 孩子没有 老公没有 家庭没有 啥也没有 还不能娶我 连个娃也没有 我会拿刀的 因为我啥也没有 我怕什么 你信不信 我从一开始认识他 我从一开始认识他都没骗过他呀 你骗不骗的 希望不要那个啥 我告诉你一个人一无所有 到老了一无所有 他什么事都有可能 不一定他百分百会干 但这个事有可能会干 你信不信 我就是怕他走上极端 他现在都要走极端去闹你老婆了 他老了啥也没有的时候 更有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是 不是所有人都会极端 那要看是什么情况 你知道吧 当一个人年龄大了 老公孩子 父母都不在了 他什么都没有孤单的时候 他会怨恨那个 把我耽误成现在的那个人的 他会把所有的错归在你身上 确实也是你的错 你们说我说对不对 你以为债 你以为那些情债 那些情债是好惹的吗 别管不住你下半身 换个女人行不行 一次性的没有吗 你有资本拥有吗 你到老了 你连钱都给不了他的时候 你真有可能被那个啥刀 懂吗 你现在是不给你要钱 他到老了 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这个男的老婆婚姻没给我 孩子也没有给我 钱也没有给我 让我落得孤独中了 他难道不会干 有可能很有可能 干极端事吗 你要是有钱也行啊 他觉得起码得到你的钱了 你什么成本都不愿意付出 你怎么可能呢大哥 实际上有美事吗 你付出不了就不要拥有吗 他要死要活 你现在就躲开他 人家现在才32 他还有机会去找老公 生娃 只要那个人不是你就行 我常跟他说 你要长个年轻的 你不用跟他说 你直接躲开他 不要跟他见面 说不得那么屁话干嘛 你管他呢 他走极端就是找你老婆闹呗 还能咋的 刀不了你吧 他年轻 年轻轻的 他还 还不会有 有这个想法的 刀不了你 你老婆也刀不了你 你别往那个方向走 非要往刀的那个方向走 是不是的道理 你现在就断 你要断就断的彻底一点 不要拖你带水 好了 有什么情感问题 私信我啊 抖音头条西瓜都可以私信我 我 我 中文字幕——YK